欢迎收看今天的星期二频道台湾新闻 今天就试试其他方法 左下角写了王喜事件 首先跟大家说回王喜最近 就来了台湾 他来台湾的时候 我不知道 我没试过要去检测 因为老早就已经在台湾了 最近他来台湾 发生了一件大件事 王喜之前 在英国飞来台湾 在机场接受 检测 不知道是否检测核酸 检测的时候被人吹穿 拭一下风扇 在检测的时候 替他检测的人员 把棉花瓣一吹 吹剩三分一 最后王喜流鼻血 吹穿鼻子 王喜在现场拍照拍片 放上网要求通缉医护医护医 那时候担心他的情况 之后解采采用过程中流血 要报警处理 不过呢 之后才发现 有蚊子 之后发现 检测结果是阳性 之后被政府车到南投隔离 事件最后继续发烤 很多台湾网友 的 falta 愿洲搜索 已被林奇 甚至乎有点激烈的言论 还要赶走 香港人 在台湾的香港人 很多人 都 在两边吵架 隔空对码 现在大事了 我的意见 我的看法就是 来到台湾这个国家 就不要搞那么多事了 现在台湾人其实 不是很多台湾人都喜欢 香港人的 好像上学这样 有些在以前的学校 遇到朋友就不喜欢香港人 讲话太直接 做话太快 太心急 太急进 都是心急的 做事太直接 没有效率 我们经常说没有效率 然后激怒了他们 有台湾传媒 王喜的经历 向台湾政府的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查询 获回复 就说可能是棉花棒 吞穿了鼻黏膜 流鼻血 吞穿鼻 可能流血 是可能的事 我没试过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试过 又试过 在留言说 有个样子来样子去 大佬 原来 那时候 Fatcheck 原来那时候是有人关心的 王喜 帮他止血 换口罩 但都被拒绝 王喜 王喜在那时候上载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发现人 庄人祥的照片 转为黑白 就说不知道这人是谁 他所谓的止血 就是有人 遞他一条三米牆 卷成一构的尺子 拜托各位来台湾 麻烦 搞少点事 做少点麻烦事 快逛街都被人扔石头了 真的 所以最近我都 不在 淡水这个地方住 都有原因的 大家都看到我后面的画面 有看我的画面都知道 最近我是 不在淡水 因为 因为 有几样不喜欢的地方 就是 首先 楼太像香港 是 平时住开 天堆穿的 生活 现在来到这里 就突然之间住在一些日出堆成的 质素的楼 住不惯的 首先大家下街财大气粗 还要去到这个 加乐福的时候 大家都说广东话 还要有事就投诉别人 不要把香港那套带来台湾 好吗 拜托拜托拜托 南无阿弥陀佛 保大家大 不要经常对台湾呼呼喉喉 别人文化别人文化 拜托大家 现在 原来 王岐被扭完鼻子后 原来 在英国已经确诊了 现在最大事的是 就是有很多网民都说他带病毒来台湾 但是 那时候 那时候 结果仍然是阴性的 之后才阳性 很多网民 都是 说 变成一个战场 王岐的Fansplay变成一个网民的战场 有人说台湾医护 尊重是保 不可以被其他人侮辱 啊 就很多人都说王岐带病毒来台湾 那我不知道 病毒是怎样啦 即是现在去康复了 那大家在 拍银档啊 不要搞事 南无阿弥陀佛 不要突然之因又说 之前有几单 什么室友 拖欠 房租 就对对方 这些 不要再搞了 OK 快走 街道被人扔石头了 OK 最后现在 杜汶宅 都 在英国回来台湾隔离 都关心王岐的情况 大家希望 之前 杜汶宅 都开铺 希望 王岐 王先生 入乡 随族 尊重 台湾的文化 这件事 不知道大家怎样看 大家在留言 放到留言 之后会看 不知道会拍影片 和大家 交流一下 我们今天的 王岐事件 讲到这里 拜拜 拜拜